5月5日零点,杨紫的后援会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应景课词 事逢其时,岁月安好,宣称如期而至 但逢良辰,顺颂事宜,年岁更替,顺意长存 祝张一山同学31岁生日快乐 这是杨紫第七年为张一山晋升,并为他送上了感人的祝福 这则后词立即引起了网友和粉丝的热议 他们感叹这是一份真挚和珍贵的友情 而不是短暂的关注度获利益交换 有网友评价,有一天长地久 庆生博主又准时到来了友谊长存在娱乐圈里 名利竞争很激烈 然而杨紫和张一山的友谊却一直保持着真挚和不变 他们相识于2005年的加油而逆中 出演下雪的杨紫和出演流星的张一山成为家喻户晓的童心 虽然两人在剧中经常互相调侃 但在戏外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一起经历过童心的成长阶段 杨紫还为了梦想和张一山一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相比较杨紫在娱乐圈的成功 张一山的作品产出在一段时间内并不是特别理想 长玩,杨紫依然保持着对张一山的支持和关注 在他生日时不断为他送剧祝福和宣传 杨紫和张一山的友谊在这个看脸的娱乐圈中是非常珍贵的 而杨紫为张一山晋升的连续七年 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真正友情的感人故事 他们的友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另一面 虽然大多数明星都很忙碌 但友谊始终重要 这不仅是宣传和关注度的问题 而是关于人之间情感的真正纽带 这样的情感纽带在娱乐圈中难得一见 也让这个圈子更有温度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关于友谊的故事被提及 这也告诉我们在忙碌和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不能忘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无论在娱乐圈还是在生活中 友情都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和维护我们的友情 表达我们的感激和爱意 正如杨紫为张一山送上的祝福 相信我们的友情 会像岁月一样长存 杨紫连续七年为张一山晋升 我会像岁月一山晋升